182. 南方都市報 廣州中口爆冷狀元並非出自名校兩女生並列奪得781分 分別來自廣州外國語學校和廣州四十一中 2015年7月4日都市圈A 08 娘嫌嫌許原裔781分 廣州外國語學校和營營781分 廣州市第四十一中學護航778分 廣東實驗中學門越752分 門越755分 廣東實驗中學 廣州中口前天放榜 學霸門逐漸浮出水面 全市中口狀元出自何家 有什麽來透 成了家長論壇中熱議的話題 據南都記者昨天搜集的信息 目前知識的全市最高分為781分 分別出自廣州外國語學校的許原裔和海珠區四十一中的海瑩瑩 兩所非傳統名校的兩元女將 狠小和父母談學習最愛讀哈利波特許原裔781分 廣州外國語學校許原裔說 學習有計劃 如是淡定放鬆 是他制性的法寶 他稱 自己平時最多也只能拆到760多分 沒想到這次中口能考過781分 我連查幾片才接受這個事實 許原裔稱 自己真的很開心 但一直以來 父母給自己的教導都是凡是注重過程 但化結果 因此他會更好地計劃未來的高中生活 其實 早在今年4月份 許原裔已被劃師父中大學先修班6取料 小學就讀天河區紅英小學 因為想要學習第二外語法語 初中許原裔選擇了廣州外國語學校 在廣外 他的興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從小就喜歡語言學科 的他在學校裡 當起了英語播音源 小時候喜歡看新聞 聽英語廣播 可能就產生了興趣 廣播站英語播音源 學習委員 宿舍場 在學校 許原裔有著多種身份 但這並沒有影響他的學習 班主任楊老師說 初中三年 許原裔的成績沒有落下班上前十 他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學生 比起其他同學 他的心態更好 做事有計劃 遇到事情也會抱怨 但抱怨過後他會微笑著去解決 許原裔說 不僅善於計劃 還要善於總結 把學科知識點串起來形成一個大框架 同時利用零散的時間 比喻利用課間完成抄抄斜斜 再訓堂等打飯的時間可以背背單詞 學罷並非書外子 許原裔說 初中三年都主校 每週回家一次 但自己懇笑像學習的東西帶回家 也極少和父母討論學習 受父母影響 他喜歡閱讀 民國時期的名家著作及外國經典名著他都喜歡 當然他的最愛懷是哈利波特 說起自己的興趣 小女孩不停地小 他自刻說自己少點低且奇葩 也正是這樣的心態 許原裔說 他希望的學習狀態是快樂地學習 為此初中三年他沒有上過補習班 面對中考 也會有壓力 其實最好的減壓方式就是做好計劃 心裡有抵了就不會招累 學與文有殺手中指考許 批除手記何形形781分廣州市第41中學781的分數在何形形意料之外 他稱 自己以估的分數是765分左右 可能是一直以來抱著慶張上陣的心態 讓他在考試中發揮出色 他的中口志願是廣東省實驗中學 各學科中 何形形的語文考得最好 取得了144的高分 老師說 何形形的語文成績一直有著絕對優勢 尤其是閱讀 幾乎每次考試閱讀都能拿到極高分甚至滿分 學習語文有什麼殺手夫 何形形說 自己比較注重素材的積慮 將平時的所聽所想所感第一時間記錄下來 寫作文時就能夠用到 比如 自己喜好吃辣 有一次餐館老闆往他的白粥裡添了一些辣椒 他便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 在這次中考的作文廣州風格中 他就以這件事為例 證明廣州者在城市就像白粥一樣 能夠包容各種各樣的味道 在閱讀方面 他的缺小事先快速通讀文章 然後把問題看一片 再帶著問題讀 並在文內造標注 音樂是何形形的一追強心針 在他的校園生活中必不可小 鋼琴二過十級的他還會詞曲創作 去年他創作了時間和高別和你和我 將在今年初三畢業典禮上表演 即使在緊張的備考期間 他仍堅持每天晚上彈琴半小時 閱讀同樣是何形形的愛好之一 他外讀英文原版書 小小年紀的他已經看完英文原版的福爾摩斯探望集及海明威 莫博桑的一些小說 英語拿滿分 小學就是考霸胡航778分 廣東實驗中學778分 讓胡航成為這次中口省實裡的狀元 我時超常發揮了 自己預估成績大約在750分左右 沒想到來了這麼一個大驚喜 胡航說 這次不僅拿下全校第一 英語還取得了滿分 英語好其實全得益於他小學打下的基礎 小學時期的胡航也是一名英語考霸 被家長帶入參加英語競賽 做過十幾本的英語閱讀訓練 我在考試中的得益不僅是拿到一等獎項 而且也學到了很多國外的文化知識 從此初中英語對我而言 沒有一點壓力了 胡航其他的科目也一直保持良好的成績 他的秘訣是 要想拿高分 跟著老師走 他特別提到 有些同學放著學校作業不做 優先去做課外補習班的作業 實際是本目導致 有毅力 有辦法 是胡航的另一個特質 這從他如何克服至身短板這件事上可以體現出來 以前他的體育並不好 跑億千米要用時五分鐘 後來他特地找了一個體育教練學習跑步方法 學了幾個月之後 他幾乎每天堅持跑步 一年左右的時間 這位曾經的體育差生在千米跑步項目中 已經可以拿下滿分的成績 龍鳳胎學霸雙雙奪高分 門月752分 門月755分 廣東實驗中學省實有一對龍鳳胎學霸 這次雙雙考得高分 姐姐門月752分 弟弟門月755分 不過他們不僅性格 興趣竟易 掌上也不太相像 兩人生活中愛鬥嘴 學習想也會不相讓 在家裡 兩人從小就經常因為一些小事半嘴 就連吃飯夾肉都會計較公平 兩姐弟從不以姐姐弟弟相稱 這個人那個人勝了物太的力稱 爸媽沒有偏心碎 但會管他多一點 因為我會自覺學習 這個人就不自覺 腦玩電腦 門月忍不住爆料 門月小哈哈地點頭承認 從小到大 姐弟兩就走著不同的發展軌跡 姐姐不喜歡音樂 卻是運動場上的建議 小學時跳遠增破區紀錄 弟弟是學校管樂隊成員 學過鋼琴 薩克思考過十級 喜歡玩B-BOX 口技 平時弟弟愛玩電腦遊戲 姐姐愛看電影和紀錄片 學習想 姐姐文科教好 弟弟理科教好 兩人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不喜歡上補習班 我們都是跟著學校進度走 做完老師報紙的作業再自己補 課堂效率最重要 兩人異口同聲地說 雖然愛半咀 但兩姐弟還是在言語中對彼此可惡有價 門月說 這次中考他比姐姐多三分是自己走運了 其實老姐平時成績比他好 更幸運的是 中口前門月已被省實南山班提前六取 這對學八姐弟將繼續在省實高中切磋追趕 連接近年狀元都出自那些學校 回顧過去八年 廣州市中考狀元最多出自廣東實驗中學 有四年的狀元來自該校 其次 華父 執訊等傳統名校也出產過狀元 2007年 廣州中考狀元開始爆冷 創辦財四年的潘月區橋城中學出現裸分狀元 未含加訓之前的總分第一名 間隔了一年 2009年天河中學也出現中考狀元 去年 文校省實附中出現中考狀元 這是近年來唯一一所產出中考狀元的文校 2014年省實附中 2013年執訊中學 2012年華師附中 2011年廣東實驗中學 2010年廣東實驗中學 2009年天河中學 2008年廣東實驗中學 2007年潘月區橋城中學廣東實驗中學